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itcoin的价格已经突破了我所说的这个weekly level也就是49200的这个双重主力点 现在已经勉强算是站稳在这个双重主力点之上 这个对于我们做多的这个trader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news 那在这个6天里面Bitcoin爆拉来说那其实照理来讲它应该要有一个回调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影线它其实这个影线就算来到这个一半其实它都不过分 但是Bitcoin的价格就是很顽皮 它就是不 它就是不要回调 你可以在前几天看到只是来一个小的这个红蜡烛一个小回调 然后在随后几天又再碰碰碰的往上拉 然后今天的这个非常好的news就是它已经突破了这个双重主力点49200啦 那这个行情走势呢也表示着目前现在大家都对接下来的这个市场 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非常看涨的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去持有这个比特币 which is 对我们这些long traders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那在昨天的影片里面我也有讲解了这个一个小时的parallel channel 并且建议大家在这个底部去开做多的仓位 那目前为止呢如果你也有开这个仓位的话呢 你也赚了差不多3.2个percent 如果你是用cross leverage的话你就赚了320个percent 如果你这一单是用这3个percent of new wallet的话 现在你又赚了接近9-10个percent of new wallet 那如果你有在自己开到仓位的话那恭喜你 你又赚钱了 那除此之外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讲解 那这个news呢还有最后一道主力点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接下来可以有什么样的操作的话 记得把这一部影片看完哦 现在打开我们的天图EMA10跟20 你可以看到呢那在昨天的这个天图里面 其实这个下影线呢它有尝试想要挑战这个EMA10 但是它也没有成功去到它就被强拉上来了 那这个也表示着现在的买盘确实很强 那照科本拿来看的话现在大方向依旧还是牛市 健康的牛市你可以看到这个天图的下方 价涨亮真OK 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除此之外你可以在这里打开你SNR 你可以看到昨天的天图呢是非常明显收在这个resistant之上的 那就是它已经突破了这个49千的这个主力点 然后现在站稳在这个主力点之上 那这个行情走势呢对我们long traders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news 那看完了我们的大方向之后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小时的parallel channel 那回顾一下昨天的trade update 昨天我在这里呢我有提醒大家可以在这里尝试建立你做多的仓位 因为其实搭配在这个speedfan来看的话 那这里其实是一个双重支撑点 那双重支撑点就意味着这里的买盘会是非常的强大 可以让这个价格支撑在这个价格之上 OK那你也可以看到这里它尝试想要跌破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成功 那在最后呢也被强拉到上面的这个resistance来 OK那我昨天给大家的目标价如果是short term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resistance上面TP 那如果你也有在这边开单的话 那到现在为止你也就赚了差不多3.51% 如果你是用cross leverage的话就是351%pnl 如果你用的是3%of你的wallet的话 你就赚了接近9-10%of你的wallet 那bitcoin的价格呢依旧是盘整在这个parallel channel里面 你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它有一个假突破网上 然后在水后又被强拉下来回到这个区间里面 那如果是按照昨天的概念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去做空的 因为因为它接下来有可能跌到这个中间点 然后这个中间点有可能act成这个support 这样就有可能再次retest这个resistance 那如果是第二个情形的话 那可能它这个中间点没有act as support 它就有可能直接跌破 去到这个挑战这个support 也就是47800的这个价位 又或者是它有可能在这个中途 暴涨 暴拉 回踩 然后再继续往上冲 那如果昨天你有在这里开仓做多的话 那恭喜你 你又赚钱了 那看完了我们的parallel channel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4个小时SNR 那在4个小时SNR呢 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三根蜡烛呢 都已经是站稳在resistance之上 上一个resistance就在这边 49000的这个weekly level 它已经站稳在这个值上了 你可以看到那在这一个蜡烛呢 它就有尝试想要跌破这个support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resistance 它已经变成一个support了 你可以看到吗 这里三个都support住了 没有让它跌破 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是一个新的support了 它已经不叫resistance了 这个价格已经站稳在它的值上 那这个突破呢 对我们long traders来讲 又是另外一件好事 因为这个突破就代表 现在的买方买盘依旧非常的强势 你可以看到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里多放有两只非常强势的量能 对比起这一些盘整的时候 这一些量能来讲 这两只量能是非常的强势的 然后随之这个价格也跟着暴涨上去 然后突破这个49000的这个resistance 那接下来它有可能再次retest这个support 然后rebound的往上飞 又或者是它小幅度的回踩 跌破这个support 形成一个假突破 那看完了我们四个小时S&R之后 接着我们打开我们两个小时的MACD 那在两个小时MACD这里呢 我有一个东西要提醒大家 那就是又有一个possible顶背铃 有可能会成立的这个顶背铃 你可以看到这里价格往上涨 但是MACD的往下跌 而且它即将要cross了 那如果这个顶背铃成立的话 MACD就会往下cross 然后往下突破 然后价格也会随着跟着跌 然后来一个回调 除非一件事情发生 不然我是不会开这个仓位的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在影片的后面我会跟大家解释 那看完了我们两个小时MACD 接下来打开我们四个小时的图 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解 接下来这个牛市中最后的一道坎 就是最后一道的这个Resistance 从你的四个小时图呢 你可以从这个高点前一个这个牛市 这个高点65000的这个高点 你从这里点一个点 然后来到这个这边 你可以画一个trend line 动过两次 那接下来呢 马上就要动到它的第三次了 那这个trend line我们要多注意 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很强的Resistance 它有可能走走走走 test out这个Resistance 那有可能大户会在这边 像之前这边去选择抛一些现货 那它就可能引起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回调 有可能往下跌 又或者是多方非常的强势 它一举就突破了这个Resistance 然后回踩 进而的往上冲 挑战下一个Resistance 所以我们要非常关注这个关键价位 那分析完了我们的indicator之后呢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策略分析 那在刚才一个小时图的这个parallel channel里面呢 我有讲到我暂时不会建议大家 去开这个做空的仓位 为什么 因为现在Bitcoin的价格依旧站稳在这个support之上 那你没有一个理由去short这个support的嘛 对不对 而且除此之外 Bitcoin的价格现在依旧处于在牛市当中 在牛市当中呢 我们相对来说要找多一点做多的机会 而不是一直去找做空的机会去go against它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站在Trend的风口上 猪都会飞 所以trading也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一定要跟着Trend走 Trend是我们的friend 尝试跟Trend做朋友 你不要看这句话是一个很简单的话 但是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 那接下来打开我们两个小时图跟MACD 那我刚才就在MACD的部分讲到 如果接下来价格往上走 但是MACD的能量往下cross的话 那这里就会形成一个debay里 debay里的话照理来讲 我们应该要做空就是去short它 但是在这里我不建议大家去short 为什么 因为价格依旧还是在support之上 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去short这个support 但是我刚才有讲到如果一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我就会去开这个做空的这个常位 那是什么 那就是Bitcoin的价格如果跌破这个support 而且是非常强势的话 而且这里MACD也cross了往下走 那我就有可能会开这个做空的常位 如果你昨天有在这里去做多 并且没有在resistance卖掉的话 那现在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 放好你的防守止盈 然后继续hold住这个long trade 装心做多 那今天的daily update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赞并且分享 千万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如果我post什么emergency video的话 你才不会错过 最后祝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 交易顺利一起加油 我们明天见 拜拜